歡迎來到玻璃 阿龜啦 阿龜啦 你抓摸不到 對不對 你這一次就沒有想到玩對不對 沒有想到對不對 OK 不要 麻 你知道都要玩多久了 不是 你不要讓聖誕老公公 不要對聖誕老公公這麼失禮 你沒看他弄得跟聖誕老公公一樣 每次你都有中啊 每次都有中招啊 好啦 所以我必須講 沒有人 跟聖誕老公公打扮得像七個小矮人 裡面的一個一樣 好啦 你就讓我開頭啦 是沒聲音是不是 琢磨不定吧 喊到沒聲音了 好啦 今天就直播到這裡結束了 歡呼完就沒聲音了 結果那個人都還沒來 我們就結束了 落屏了 哈囉 有聲音了 耶 好 好啦 剛剛最好笑的部分 你們都沒聽到 對 剛剛最好笑的都錯過了 跟人生一樣 好 從頭來 好 不要再來喔 我要認真喔 好 來那個 認真 耶 沒事 歡迎來到 斷信了 歡迎來到不良大叔 沒有成為自己想要的大人 今天是不良大叔第21集 大家聖誕快樂 耶 耶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對 然後 Merry Christmas 你怎麼都不敢聖誕快樂 好啦 Merry Christmas 對 那個 好 所以今天 所以 剛剛沒聽到 說你今天打扮得像聖誕老公公一樣 但是其實他這個打扮是模仿七個小矮人裡面那個小矮人 都可以 欸 我要反抗 我忘記了 為什麼我是七個小矮人 我明明這身材就是聖誕老公公 蛤 就是如果沒有 沒有那個比例比你高很多人站在旁邊你就真的很像小矮人 是不是 你們兩個授藏型的我就會像小矮人 對對對 好 那個 今天還是有一個很厲害的乾爹 所以我要唸乾爹了是不是 對對對 好 快速唸一下 今天的乾爹是一直沒有付什麼錢的 雜學校的口播稿 就是比較窮的乾爹 但是比較窮的乾爹 還是乾爹 對對對 我們對於乾爹一律都尊重 哈哈 脫太長了 蛤 脫太長是不是 嗯 這部分沒有給你多少錢 有沒有王子 有 一定有王子 我們 太好的 口播稿的特色就是一定要唸王子的 全國都在期待他的王子好嗎 雜學校口播稿 這部分是不用唸的 但是字很大 好 你是不是還沒有加入雜學校超早鳥的行列呢 再不加入你可能就要後悔 因為不良大叔也即將要在雜學校十周年跟大家見面 這可能不是後悔 可能搞不好是慶幸 什麼 竟然還沒賣完 原來大家都只是說說而已 這個是在括號裡面的 哈哈哈哈哈 難道還要我教你們嗎 點開網址 來了 https 冒號 斜槓斜槓 zashare.org 斜槓 2024 EXPO 斜槓 哈 我越唸的越來越順了吧 選擇Plan B Plan B這麼厲害 Plan B第二個方案 才有不良大叔見面 這樣我怕他們來這裡都去找Plan B 超值組合 現實優惠38者即將調漲 售完為止 然後結帳 就這麼簡單 把握最後五天 一定要記得輸入我們 不良大叔的專屬推薦碼 Sununcles Sununcles 如果你任性不想輸入也可以 反正不差那一點錢 現場最多贈送神祕小禮物 聖誕快樂 一起搶救雜學校 網址又來了 https 點 貓號貓號 不是 那麼多王子 哪有兩個貓號 貓號 斜槓斜槓 Z-A-S-H-A-R-E 點O-R-G 斜槓2024EXPO斜槓 對 你們認真一點的話 可以去對對看 我這次唸的網址 跟上次唸的網址 有哪裡不一樣 好了 謝謝Burr 那個 我們超早的朋友 佩小琪叫12月 今天25嘛 剩五天啦 然後我很希望這五天內 我們就把不良大數的見面會都賣完了 我們就不用再賣下去了 這樣子 好不好 我比較希望大家都買原價 不屑那個折扣 哈哈哈哈 不是 蛤 那我們幹嘛叫下約配 蛤 沒有啦 好啦 面開心的啊 對 就是本來以為說 這個見面會會賣得不錯 其實好像也還好 大家好像沒有很喜歡我們這樣子 對 對 我們一直 你是情緒勒索 沒有 你是情緒勒索 沒有 就是大家還是 你們想看就來看 對啊 什麼就 如果 如果見面會 只想見到我跟葉秉承的話 可以請在上面 可以選我 2 1 course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會不會賣得比較好 好好好 感謝 感謝 好 這是短的 短的 好 然後 各位如果 你們上一集有聽的話 這是 我其實 我們其實收到滿多的回響的啦 就是 非常 笑中帶淚 淚中有意義的一集 然後因為我自己聽 第一次是沒有笑到不行 是真的有真的很感動 那有一些回應 我還是覺得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 有一個媽媽啦 79 19 79歲是不是 不是 對啊 79年次的媽媽 小我11歲 然後她4年前生下一個 妹妹 然後她那時候得了一個叫 龐貝氏症 沒有 就是在醫院檢測 檢測出龐貝 說有龐貝氏症 對 那她就 那她說 全球每4萬個新生兒中 會有一個產生的疾病 那龐貝氏症 我們大概看一下 好像有一個叫做 趴趴熊寶貝 就是她都會 有點就是 軟趴趴 肌肉無力 然後她說典型的龐貝氏症 在第一年多始於心臟衰竭 她說她其實聽到已經淚崩了 就是上次提的 然後她說有晚發型的跟天生的 然後後來是 後來驗出來是晚發 就是後天的 是嗎 不是 後來發生是偽陽性 偽 對 生出來以後 那小baby又 也是像我那天講 也是很類似 要抽血 然後抽不出血來 然後又抽了好幾次 孩子在那邊 也是小孩子就哭得很辛苦 然後媽媽也是覺得很追星 對 不過也還好 就是後來檢測出來 就是偽陽性 對 然後 然後她說就 因為光抽血這一段 她說她看到一個這麼小的baby 然後就一直抽 一直抽 一直抽 然後她就說 捨不得 非常捨不得 然後又是罕見疾病 然後 後來發現偽陽性 她就覺得說 就是孩子真的健康快樂就好 她說那個想法一直持續到現在 然後後來她說一歲半死 又發現孩子不對勁 然後開始找資料跑醫院 然後這次是ASD 自閉症類群障礙 然後她就說 反正她就是 就是覺得她生一個baby 然後經歷過這麼多 然後她說最後她想說今天是聖誕節 我的孩子剛好滿四歲 她說就讀某 又特教班 零有身心障礙手冊 然後她說要感謝上天給她一個這樣的她 讓她經歷非常多 了解罕病 了解自閉症 然後也更能體恤 那些熱血特教的老師 然後很認真 就非常有愛這樣子 然後她說 她完全可以懂葉教授說 美國學長妻子那一段 就是她說 她其實看到特教班其他的孩子 不管是外觀 有癱瘓等等的 她說其實自己已經非常幸運了 所以她說 孩子健康 真的不要對孩子這麼嚴格 把自己生活不順遂 建議去 她說自己生活不順遂的 建議去特教班陪陪孩子玩吧 你會感受到她努力活著 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 這個就是 我覺得 其實受到很多回饋 就是還是 就那一支短片 我也看得很感動 就是 孩子剛出生那一刻 你的當下就是他快快樂樂 健健康康的活著 但是我們有時候就是會被 各種的世俗 凡事就開始說 對 數學 我覺得我們人有時候就是貪心 貪心 就是 其實有時候你看看你已經擁有的 已經是很難得的 那有時候我們已經擁有了 我們就不把它當一回事 我們想要更多 然後就更貪心 那如果是對自己的人生貪心 我覺得無可厚非 但如果說 對孩子的表現 孩子的人生也是這麼貪心 我覺得那 就轉嫁成變孩子很大的壓力 那這個 其實 有時候珍惜我們所有的 不要貪心 我覺得這也是 好啊 祝辛苦的媽媽 我覺得幫我們祝你的女兒生日快樂 對 然後他一定會 生日快樂 對 他說他生日啊 今天是他生日 真的喔 對 他說 生日快樂 對 然後辛苦的媽媽 加油 謝謝你的分享 然後 另外啊 其實我後來收到 上一次你記不記得 有一個人說什麼 開車開到後來聽到笑到 他一定要停車下來 那是在溫哥華 溫哥華 溫哥華沒什麼車子 莫名其妙 但是他 你知道沒什麼車子都要停下來 就表示他笑到已經 沒丁沒當 聽得懂嗎 就是說 然後溫哥華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他就說 你知道那個笑到停車下來 那個在溫哥華 這個是我朋友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最近又收到一個 超屌的 在比利時的地方媽媽 就是說 他覺得 就是從短營認識的節目 然後最近面臨人生的十字路口 然後 有沒有成為自己想要大人 對我來講 好像是成為自己不想成為的大人 他就是站在教育第一線 那主要他就說 他自己很喜歡閱讀 有一次聽到Burt分享了 他在看一本書 我想三位大叔應該常閱讀 所以希望你們多分享好書 然後他一直講說 明年想要蝦挺雜學校 暑假的博覽會 不知道會不會回台灣 你一定要回來 你就說你是比利時的地方媽媽 我以為你說 你一定要買票 但沒有辦法來 我沒有那麼過分 對 沒錯 有良心好不好 你可以飛回來 你可以飛回來 然後參加雜學校的活動 然後跟舒仰志說 你是比利時的地方媽媽 就不用買了是不是 沒有 但是他也是不會理你的 不會啦 不會啦 比利時 然後他就說 他說祝你們 聖誕快樂新節 比利時的不良大媽 開心 就是我們的收聽群眾 其實佈滿了全世界不同的角落 那個 我可以許個月嗎 如果你在一些奇怪的國家 你也可以講說我在 什麼叫奇怪的國家 你講清楚 對不起 我講錯了 在一些比較我們 像比利時我聽起來就很遠 就是比較少 就是比較陌生的國度 感覺好鬆喔 什麼叫很遠 就是比較沒聽過嘛 比利時 比利時沒聽過 像文哥華就常聽到 你都沒有在看那個 世界杯足球賽嗎 哦 史足比利時紅魔鬼 好啦好啦 歡迎世界各地的 對 世界各地的 我們不良大叔粉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差不多了 好 大概分享到這邊 然後有一些 我覺得我們下一次 有機會再來分享 好 然後因為今天 伯伯好像有一些 感傷的事情要跟我們分享 蛤 沒有啦 沒什麼叫感傷 就是那個 歲末年終 總是有一些東西 每年這種時候都會說 要檢討一下今年怎麼樣 那像最近就是那個 對啊 剩五天就要過年了 今年就要過了 對啊 我們下一次錄就已經是 1月了 而且現在過年很累 你知道 現在好像就流行 大概就是每一年年度 要結束前就要寫一篇臉書 對 找回顧說 我就覺得很累 檢討一下說 那個今年怎麼樣 對啊 然後明年以後又繼續 跟今年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就覺得不寫 又怪怪 因為大家都有在寫 對 然後寫的時候 好累 我已經很忙 為什麼我還要寫這樣一篇 對 沒錯 重點是 今年你還可以 有一件事情可以寫 就是可以寫 成品 新衣店結束了 但明年你一定不會再寫這個了 哦 對啦 就是 是昨天嘛 是昨天嘛 對 最後一天 我好多朋友 包括在裡面設櫃的人 都說是最後一天 對 就是大家就會很惆悵 那 這個就是會讓我 有時候會想到很多事情 就是比如說 我們那種生命中有一些 美好的東西 在消失 一直慢慢的在消失 那這個就才會讓我覺得說 像昨天那麼多人在那個 去成品 成品的業績那麼好 可是實際上呢 平常還沒那麼好 平常成品其實 不見得有那麼多人 那我意思是說 大家如果都 大家都這麼喜歡成品的話 或者是覺得這件事情在那邊 成品在那個地方 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其實我們常常應該要努力說 欸 怎麼樣讓他 不要消失的那麼快 至少不要消失的那麼快 可是就是統一不想租給他 他生意再怎麼好也沒有用 我相信 統一就是這樣說 假設他生意很好的話 他可以跟統一或是誰的 那個buckin power會更大 租金不是就是那樣嗎 但是有時候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租給我的buckin很強的話 你租給我才有這個價錢 你租給其他人是沒有這個價錢 他還是會 priority還是會在前面 我覺得這生意當然是一碼歸一碼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可以 大家可以比較支持他 那他可以去跟人家遊說 或者是跟人家 談判的籌碼 上面就會比較大 其實我們生活中 不是說只有成品 比如說我們家樓下的咖啡廳 我們家以前樓下是沒有咖啡廳 後來樓下開了一間咖啡廳 對 路易莎 我們這樣不是順便幫他廣告了嗎 這樣炸學校乾爹會不會不開心 不會 然後 比如說開了一家咖啡廳 那我就會希望那個咖啡廳是 一直都存在的 所以我本來是到公司才會去買 那一杯咖啡 我就會改變我的習慣說 我先在樓下買 馬上再帶去公司 你為了要支持他 對 就是說 我們也許改變一個東西 你才能讓那個美好一直存在 所以你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人是這樣 就是那個美好 就是快要失去的時候 才會生息 但是你會發現有些事情是 你覺得有很多人在做那些傻事 其實你知道那是傻事 可是有很多人會熱血的 願意去幹那個事情 所以當你覺得這件事情是 為了這個社會或是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每個人都 應該要挺身而出 然後讓那個東西可以維持得住 去鼓勵那些 我們叫做茶字 願意去 因為我自己做不到 但是我可以 用我的方式去支持他 這個不是在為雜學校的行銷 當然不是 雜學校那種東西有什麼好行銷的 我還以為你剛剛講那麼感人 我還在等說 我想說要追求雜學校 還有幾個十年 一些沒飯確定不是跟財務校有關 順便幫他一下好了 幫他那麼可憐 我是說比如說 比如說一些策展的 比如說什麼 其實比如說華山很多的展覽 如果他不是國家sponsor的 那他可能 一張票可能三五百塊 其實你可以真的認真算一算 他最大的人流就那些 所以他其實總的很難balance 大部分都很難balance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有一些文化的事業 不是說一定 對 他還是需要有人 就是像我以前覺得 像我們那一群 表演藝術的很慘 你看那個劇場 你一年有看過一場劇場嗎 有 我不要說大眾 對 就是 他們真的是已經很小了 可是劇場很 我是最常支持這種的 對 就是你看到他小 他有意義 拿了公關票去看了以後 再去 不是 我就會幫他買10張票 或者是20張 然後送別人 對 然後去公司 而且我都只送一張 因為我希望他再買一張 他再買一張 你那一張才會產生效用 對 就支持你認為美好的事情 對 不然很多東西他就會 因為我們一時間覺得 那個怎麼樣 所以 那個東西的消失 或者是那些人的熱情的退去 就會很快 甚至他 對 我覺得如果沒了就沒了 對 對吧 Benson你覺得 你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 比較 因為我覺得其實 我不知道像成品對你們的意義在哪裡 24小時的成品 因為我 我以前的公司都開在信義區 然後都開在成品附近 故意的嗎 故意的 故意的 對 就是我晚上用整張加班 你就是不想回家 不是 也是 怎麼突然轉到他那邊 回家就是打卡 不要做人身攻擊 沒有 沒有 因為以前你會 比如說加班到半夜或是什麼 你有時候會需要一點養分 那就回家 沒有 我們所謂養分是要去找一點資料或什麼的 沒有啦 是Input 半夜去成品很爽 書都隨便你翻 然後有時候 你是說信義區的成品 以前是敦南成品 我以前是敦南 可是 可是你知道嗎 敦南成品以前 我以前的事務所在光復南路跟仁愛入口 所以我就走路去敦南成品 就在我以前公司那裡 對 我那時候一直不想去大學校 在辦公室就是 太近了 太近了 感覺應該要換個地方 你靠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年紀的 其實以前敦南成品 它不是只有書店 它根本就是一個社交的中心 你都是半夜不回家在那邊交朋友 我那時候還年輕 比如說我們在網路上約 那時候就是沒有手機 約人家見面 比如說網友 你還會講完 你剛才講說 你那個成功的模式是怎麼樣 我沒有成功 你為什麼就倒到成功 我只是想說 半夜無聊會想去逛 你說你就去看 你沒有成功 看也很開心 那你就是怎麼樣 人家在那邊看書 你就在旁邊一直瞄人家 像一直瞄這樣子 它純粹是美感訓練而已 你就一直瞄 一直瞄一直瞄 那時候我們一群男生 然後就說那個 一群男生在這邊一直瞄 不是 他就說那個很正 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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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搭訕 所以你就去搭訕 因為要說在裡面 我就是像這樣子 我就被推出去 那你通常說怎麼搭訕 你通常怎麼開啟那個 後來怎麼又回到 了解一下 他不是在講 以前的美好嗎 像以前成品 其實藝術書很多 它藝術區很大 就是設計藝術 那我們就去找那種 會在設計藝術圈 那個裡面的 去搭訕 當然就說你也喜歡雷諾瓦 什麼什麼 反正就有主題 那你有告訴他 雷諾有發明汽車嗎 雷諾瓦 後印象派的雷諾瓦 看他在翻什麼書 通常人家會跟你回應嗎 還是就這樣 沒有 我通常最常用一招 就說 那個小偉不好意思 那個我們剛好在玩遊戲 我輸了 就真心話大冒險 這好爛 可是你知道那不會尷尬 然後我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聊兩句 你跟我演一下就好 這樣子 然後這樣人家會進 但是那個就先破冰 破完冰 我就說你也喜歡你雷諾瓦 然後 因為我們還是有點 我們是藝術學院的學生 我說雷諾瓦的另外一個 什麼賽上什麼什麼 你也喜歡嗎 那他如果覺得你談吐還不錯 他就去跟你聊 他會跟你繼續聊的有幾 比例高不高 沒有 通常我朋友在旁邊 這邊一直 就像你們 我們鬧怎麼樣 就是他們會鬧 我們沒有鬧 好啦 沒有啦 我們現在沒有了 但我意思是說 那時候的書店 已經超過書店的 原本的功能了 就是他是晚上社交的地方 搭訕練習就對了 我是搭訕練習 有沒有成功過 你的成功是怎樣 就是要到電話 人家有願意跟你聊 甚至跟你喝 有啊 這樣就知道為什麼成品都做不下去 都是重點 就是全部沒有去 莫名其妙 沒有買就是你去把人家當圖書館 就書在那邊翻一翻 也沒有買 也沒有買 就是去那邊去看 我有買 對不對 我可是成品黑卡的會員 沒有買是沒辦法黑卡 我也是啊 我們以前一本藝術的書都四五千塊 對啊 對啊 所以 還有那時候網友都會約在敦南成品見面 因為那時候敦南成品外面算是熱鬧的 你約在pop門口 或者是什麼pop門口很怪 你就說就敦南成品 你講這些我都沒有那種感覺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都是去看書而已 我也是看書 但是有一些bonus 你為什麼自己都不好意思笑呢 自己都笑出來 我們都沒有反應 你就自己不好意思才會笑呢 對不對 真的都是去看書而已 感覺都剛剛感覺到很行 沒有 我只是在看說 你們這種垃圾話要講多久 然後讓客人在旁邊等 我們剛剛進來了一個大叔 都講這種沒有營養的 我們就對得起我們的客人嗎 對 可能是 我們今天來了一位重量級的大叔來賓 但是我們還是先讓他等一下 呈現我們不良的風格 阿智垃圾話這樣子 沒有沒有 超級沒有營養的 因為我現在尷尬的成分很重 我也是 看到一個大人物在旁邊 對 然後阿智講的話 我現在就看這個很乾 不要那麼乾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對不起了 是你問我 是你問我 因為我這個角度 我會看得到我們的貴賓 以前我跟你講話我一直看 有些人都不敢看你 有沒有看到 因為我會覺得尷尬 他就已經尷尬到不知道要幹嘛了 然後你繼續講那些那麼無聊的 然後空洞的 空洞 然後又要講自己怎樣 都會把面 然後到最後都是沒有結論 我沒有說我會把是他一直問說 然後又一直被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不在說什麼 對啊 好 但是我要講一個真正的 我記得第一間成品 是不是在天母 還是士林 還是哪裡 你看他還是硬要講 沒有 我意思是說 我坦白說我高中第一次去成品的時候 我嚇到了 我說原來書店可以這樣 你聽得懂嗎 就是 那是你年紀多大的時候 高2吧 高1高2吧 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是什麼三民書局 那種有沒有 就是很功能性的書局 那我第一次去成品我想說 哇 怎麼可以這麼的 那時候我們就是對設計藝術 有一點懂又不太懂 就覺得這個氛圍好讚喔 怎麼書店可以做成這樣 然後那時候是成瑞縣設計的對不對 我就覺得那個室內設計的風格 然後用木頭的 然後那個燈光打的 就是我那時候就覺得 哇 好嚮往這種書店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家的那個書櫃 第一家 也是成品的 我家的書櫃是 是布爾設計的 然後是超成瑞縣的設計 看起來就很像成品的 但不好意思 第一家成品不是成瑞縣 是喔 那是不是在天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 我記得是在天母還是士林哪邊的 就離我中山高中不會太遠 中山北路吧 中山北 對 中山北 第一間就敦南吧 我不知道欸 是嗎 人家出版業的 出版業 好啦 不好意思 那時候我們 因為我住板橋 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 再討論個兩小時這樣 尷尬 沒有 但我講這樣 成品 因為你們那個24小時成品 我都沒有印象 我知道你就是 你晚上不會出來的 乖乖排 就是晚上 我如果出去半夜 就我媽會瘋點 所以我居然上是 24小時成品是怎麼樣 所以你沒有趕 我是沒有趕 那成品我只 你可以跟你媽媽說 你是去看書啊 對 這是個好理由 讓我們半夜在看書 有啊 我告訴你 我以前我媽媽 我每次我媽打來 我就說我在成品 我以前我媽媽就是不相信 我們半夜都還在學校 戲館努力 然後她有一次就跟我爸開車 一點多 直接去我們戲館 反正我們整個戲館都在那裡 然後我們還在開讀書會 從此就相信了 但其實我們一整年 就只有那一次 演那一次就對了 為什麼那麼剛好 那麼剛好 一定都要安排好的啊 但成品 我最有印象還是台大成品 你說小小今天那一棟 那個成品 我覺得他很有意思是 台大對面那個地方 他之前最早是 是一家餐廳 叫康園和菜 那個餐廳很早就有 我印象中我幼稚園的時候 你還在念公館國小的時候 沒有幼稚園 幼稚園 幼稚園的時候 有一次我記得我爸帶我 去台大我們就踢球 中午就去那邊吃飯 康園那個和菜 後來康園和菜他就 反正他就是 反正傻傻 他就花很多錢重新裝修 他其實生意很好 那時候和菜台大學都去啊 生意很好 然後後來他就花錢裝修 生意就不好了嗎 裝修以後他就覺得說 整個這個場地變好 應該要漲價 應該要漲價 就他就和菜什麼 都漲個五十一百的 學生就是探修的 學生哪在管理餐廳 裝潢好不好 對不對 結果他漲個五十一百 後來就整個生意 就整個掉下來 然後後來就過了一覽 就撐不下去 後來那個地方就開始 可是那個後來又變成什麼 遠東百貨 遠東百貨在沒開過店 你知道嗎 你說那一棟有遠東百貨 很小的一些百貨 然後後來也做不起來 也倒了 後來又有什麼 玫瑰唱片 大眾唱片 也在那邊 也倒了 反正我那時候 對那個地方 我的印象是 那個那個地方 做什麼店都會倒 大學口 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大學口那個房東 是不是扣誰 房租比較高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邊做什麼 就倒什麼 然後後來終於 有一個沒倒的 成品到那邊 就一直都沒有倒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還在吧 還在 還在 好現在他繼續講成品是不是 我們在講台中的成品 一路講到高 台中成品有什麼厲害的嗎 有比較特別的厲害 沒有什麼厲害的 他就硬要講 然後我 你講到成品 這個就會順便講 那個我大概十年前 因為十年前有一次 我們就是有辦一個 因為那個台大電機系 那時候有特別針對新生 有辦一個營隊 對 就是說要讓他們提早適應大學 大學的生活 然後就辦一個營隊 然後那一次就是找我 我跟另外一個教授 我們就有來帶這些孩子 然後我想說要半夜 因為那個活動三天 他們就住在那個學校一個地方 然後我想說晚上去找他們去聊天一下 聊天 因為很多都是外地來的孩子 我們就跟他講 台北有什麼 什麼好順 然後說你可以去 那個敦南 那個成品24小時 那個台北有成品 一個特色 我說台北有成品 也可以去逛逛成品 就那南一中的學生跟我說 老師 我們台南也有成品 所以你就是看不起我們 台南成品沒有24小時 對啊 那次我就覺得我 就以為台 我們都以為只有台北有 沒有 台中新的成品也要開了 不是只有中油跟青梅 真的 黃振寧有講 中山北路七段的成品是經典 對 為什麼是經典 我也不知道 黃振寧 你怎麼講說你是經 還在附 沒有啦 因為我那時候高中 我的視野就這樣 我那時候看到那一間 我就印象很深刻說 你高中那個不是中山北路七段的 是喔 他不然是哪一段 我剛剛就講天母 我記得我是去天母的 是喔 對 我是記得去天母的 對啊 因為中山北路那個時候還有一間 我們今天是成品置路是不是 沒有 沒有 就不知道為什麼要硬要講 為了要拖時間 不然你要進來 但我是覺得 你剛才講說美好的 過去的事物在流逝 這次我有點不同意 因為我覺得有些時候是因為你 有時候變成這種 年紀變大了以後 可能對新的東西 比如說常常 我覺得有人會覺得說 新的歌 新的音樂 他覺得他聽不下去 就沒有經典 他就覺得新的音樂好像這麼 沒有葉喜田那麼經典 沒有 那是你講的 我沒有這樣子講 懂 我就覺得說很多人 其實我覺得是 人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其實那個好奇心 或是那個 比較降低 對外界的事物的那個 新奇的 願意的接受的程度 變低了 所以他就慢慢的就 只習慣他以前感受過那些美好 新的美好他們有去開發書 不是 不是 我說的那個美好是說 假設我們自己覺得 這個東西是美好的 我們不用去管別人怎樣 就是如果我們大家都認同 要支持 對 我們就去支持他 而不是說我只是懷念他 人就這樣 你已經習慣了 譬如說我的朋友從大陸回來 最常講就是說 比如說他可能四五年沒回來 就是說台北都沒有進步 他覺得台北進步很慢 台北都這樣 那其實我心裡面是開心的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節奏 這個步調 就是台北最美麗的地方 如果我們台北都是像上海 或者是像中國大陸 就是全部都 你回來就是整個街坡 什麼都推掉了 整個都是新的 那真的是你要的美好嗎 或者是你覺得那樣比較好嗎 我也不覺得 就是每個城市 它的個性跟什麼 是大家去創造的 我們大家認同這種價值 慢慢的把它形塑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京都 每年要花那麼多錢 去圍縮它的慢 因為我們大家都花那麼多錢 飛去京都去看那些 可是京都如果變得跟東京一樣 它還是京都嗎 我也不覺得 所以我是說 這個美好是說 我們大家城市 大家彼此都在調整 調整 好所懸縮出來 也許台北的這個步調 之所以叫台北 就是台北的這個步調 跟台北的這個溫度 那上海之所以是上海 是上海那個步調 跟上海那個溫度 所以如果台北的進步 是跟上海一樣 全部都是那樣 其實上海不用飛來這邊看 我們也不用去上海看 就是說那個城市之間的不一樣 是這樣子塑造來的 我記得有一次聽Bird講 那個幾年前 因為那時候Bird的工作 其實都在大陸比較多 那個時候 飛來飛去 那我印象 那時候聽到Bird在講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很有感 Bird在講這個事情 就是說大家都很 因為那個早些年 很多人都在講說 大陸多進步 什麼行動支付 什麼有的沒的 台灣就是好像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是很慢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 Bird有講了一件事 我就覺得 讓我很受啟發 他說 那這其實就是我們的特色 對啊 就是這個慢 或是這個慢活 那你在這裡面 怎麼樣找到你自己的 這個步調 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 這個城市的個性 對 然後甚至這個應該就是我們 應該引以為要的特色 我們不應該 就是覺得說 就人家比較快 人家比較怎麼樣 就好像那個才是好 那個才是好的 對 其實覺得 在這個社會 大家沒有那麼的急急盈盈 大家很多事情 可以很自在的 用自己的步調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很美的事情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Bird在講這個我覺得 這其實蠻好 我們很多時候都沒有 真正好好看到 我們我們的自己的 沒有好好慢下來 停下來看 對啊 而且我覺得現在真的太快了 可能是老了吧 就是我覺得所有事情都很快這樣子 然後 有時候就是慢慢的騎著U-bike 在城市裡面 慢慢的悠遊的晃 還蠻開心的 而且我常常 最常能聽到說 我們的都市景觀很醜 對吧 就是什麼鐵窗啊 招牌啊 可是我都會有一種另外角度 我會覺得那就是我們台灣啊 它甚至是一種特色 你知道嗎 就是 很多日本人 外國人都是來看這個的 就他們沒有的東西啦 所以我覺得 對啊 就是 我們好像不能讓貴賓等太久 還是 因為我很怕等一下說什麼 我講得太多 沒影響的 然後讓貴賓等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是喔 還是 你們猜一下貴賓是誰 對 剛剛有人猜是柯文哲 沒有錯 亂講 亂講 我們請來的就不是他 喔 也不是好有意義 沒錯 因為我們都沒有請到 我們剛剛講那個美好的事物啦 所以待會兒請到的 我覺得這位是我 也是很美好的人 就是我們三位大叔都很欣賞的一個 很重要的台灣的導演 對 導演現在很緊張的要被我Cue進來 好啦那我們就掌聲歡迎我們的魏德聖魏導 耶 等一下 你要在這裡 你在這裡 真實 很真實 太real了 太real了 魏導 麥克風 來來麥克風這樣 對 什麼豬哥亮 李玉有沒有亂講 好魏導 魏導 我們那個大家應該都不用特別介紹了吧 五面塵 還有沒有 那個是還在前面在猜的時候 對了他們那個delay delay delay 對 豬哥亮也不簡單 嚇死人 嚇死人 對 好啊 我覺得今天很特別 就是魏導 魏導你算是我們第二個了 正式的來賓 對對對 是喔 他第一個是 阿滴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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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就在那邊 一個喔 對對對 你也是阿滴阿 對 對 你媽媽都這樣 怎麼叫 命中缺什麼 就叫什麼 這樣 這樣好像要罵到誰 那我不就是命中缺鳥了 你小時候 小時候 小時候爸媽怎麼叫你 阿滴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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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很特別 就是我覺得魏導來這邊 其實我很喜歡魏導的作品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吧 對吧 反應不太對 反應有點 我朋友很多都說 好像那個 這個 很多人都說這個電影很好看 邵董 新片喔 你說新片 沒有啦 我們現在講以前的 以前的 以前廢話 都看過 對啊 海角七號 賽德二媽來 還有他之前很多一些 明不見經傳的 明不見經傳是什麼 沒有 不是每個導演一開始作品 都會被看見 以前短片的時候 對 好 那我覺得 我們還是照著不良大叔的習俗 就是 其實 因為我們叫做沒有成為自己想要的大人 對 所以我想要問你 你有成為自己想要的大人嗎 從什麼時候開始算起 應該是有 現在應該是有 有 現在應該是有 但是以前 因為我小時候我沒有 沒有 對未來 沒有 不知道要幹嘛 沒有 從來沒有去想過這樣來要幹嘛 你是什麼幾歲開始覺得說就是要做電影 差不多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當兵退伍 當兵退伍 對 在之前是 沒有 完全沒有去想未來 活在 活得很快樂這樣 每天快快樂樂 沒有想未來 所以活得很快樂 你有沒有聽出這個 這個蠻 這個也 所以你這樣回過頭來再看那段日子 你會覺得說 懵懵懂懂也蠻開心 沒有去想這個是好事還是壞事 不好不好 因為應該說我學的不是 我是唸電機 你唸電機 但是我唸了電機才知道 我將來絕對不會做電機 這就是很差 他就想未開 就是覺得小孩子要去練這種 那這樣跟很多台大電機系的學員是一樣的 沒有 不要亂推 我確實也有電機系學會轉行的 對啊 去唱Rap的 沒有 我是舞專 你是戲 我是柯而已 所以不一樣 所以我們那個是 因為當時是 以前是因為不想再考試 所以不想再考大學考試 就唸舞專這樣 唸了以後才知道 就是分數幾分 就到哪個學校 到哪個學校 分數幾分 就到哪個學校 就排前面 對 大概這樣 所以也不知道將來要幹嘛 也沒有去想 從來沒有去想 對 玩得還可以 那時候的玩 有沒有對後面的創作 有一些幫助 我覺得有 我覺得有 而且因為我到現在 我才發現一件事情 時間就是一種 就會讓人成長 無所事事也是成長 這句真好 無所事事 真的真的 因為你用力想 有時候會想歪 也想不出來 想過頭 對 會給自己很大的 我知道衛導他有講 他說他小時候 附近有一個電影院 他後 後巷還是什麼 應該說廟 廟口 我家在廟口的旁邊 廟口的另外一邊 就是電影院 然後當電影院摸落的時候 那個叫什麼 倒掉以後 那個露天電影 廟口 廟口 然後放電影就開始流行起來 所以應該說我從小到大 都跟電影接觸 可是都 他不知道他會走這條 我完全沒有想到這個 自然而然的接觸 對 所以無所事事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我們很多人都是覺得說 把時間看得很功利 應該要花在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時間一定要去做到什麼事上 要有目標 這個事情很多時候 又是因为你要觉得说 这个有价值 你就会觉得说 应该是大家都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也去做这个事情 才会觉得有价值 然后所以我觉得 刚才我也打算讲说 无所事事也是有价值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 其实我如果当时真的想很多 然后很强制自己去 去找自己喜欢的 比如说我找到了 我想要学电影 我反而去转到电影科系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搞不好不会走这条路 对那个框架会变很多 就是 他也算非典型 因为他不是科班生 对吧 我发现很多 做我们这个行业 很多都不是科班的 我这个年纪 就是很多都不是科班毕业 科班毕业大部分都是 从事技术比较多 但是反而是在创作这一块 大部分都不是科班的 就比较没有框架的 因为那个都告诉你 比较不知道死活 不知道危险 这也是其中一点 也是 而且不知天高逆 你如果知道你可能没那么 你就不敢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 所以其实他说没成为 自己想要的大人 是小时候根本也不知道 要成为什么 所以不知道怎么去评断 你小时候 比如说你念武装的时候 你是一个很害怕的 小孩还是你是 不会 我很乖的 你很乖的 很乖的 就是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什么叛逆 我一直到 因为我觉得我叛逆 通常叛逆都是很聪明 才会叛逆 很聪明 也不一定 不一定 像舒允智也笨笨的 他也是蛮叛逆 像我这种笨笨的 我也是叛逆 头脑不好 又叛逆 又怕戏 就是头脑好 头脑好 然后会感觉到很多的不公平 他才会觉得想要反抗 或者小聪明 想要去做一些奇怪的事 那我不会 教理 你来说 你是算乖的 算乖的不就是 通常就是我武尊念电机 念了五年了 就会觉得说 好像就应该是顺着 这个命运的安排 继续做这个事情 继续走这一行 因为我 我以前念五专的时候 几乎每年的寒暑假 都要去打工 我南部 我台南人 你打工不就工程 不就是要帮忙修理一些什么 电机 或机械 或者是电子类的东西 我每次待在工厂里面 我都觉得 我这辈子要这样子吗 我这辈子都要在这个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我们在算时间 我乘路是要乘一支三秒 乘一支三秒 我乘一百支几秒 一直低着头这样 算到一千抬头 看是不是我算的那个时间 但每天在工作日子 就很恐怖 设料就准了 就每天 因为要不然日子很难过 你知道吗 你一个三秒 你一天要做几个 就每天在做那个 就觉得 我真的 我这辈子不要 所以人家说毕业之后留在南部 我就死都不要留在台南 我就知道留在台南 我一辈子会长什么样子 我隔壁那个就给我参考了 隔壁的隔壁那个长得也跟我未来很像 所以就不要 就就离开 离开也不知道干嘛 是当兵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电影 电影 感觉好像如果可以参加这个 魔幻的产业 感觉好像也不错 这样子 就这样子 所以做兵杀就开始去做助理 或是这种头脑 也没有 两年 我在台北 你又不是科班的 然后你又没有相关的资历 浓流那两年 你又没熟悉 也没有浓流 我很认真在找头脑 你找两年 两年都没有机会 你在台北 你要怎么吃 要怎么吃饭 也是要打工 因为你那时候要寄履历表 履历表那时候也没有BB Call 也没有手机 所以要找那种 早上去送牛奶的 或者是发海报的那种 早上结束之后 马上回来等电话这样子 守在电话前 就没有人打电话来 就从来不会有人打电话 寄了几百封就没有人打电话来 那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 有没有过很想要放弃 有看到一直都踢到铁板 一直都没有机会 会自我怀疑吗 那时候就贡大 没想到这个 贡大 实在是没想到这个 因为我知道 你说买 不要了 不要了就回家 回家就是 做螺旗 不是说做螺旗 就是工厂 不然就是 就是他不想要回到原来的模式里 原来的模式 就试看看 反正年轻就是本钱 两年 对年轻人两年都没什么 跟我们爸说 我们爸是做产的 做产的 他就觉得种田很苦 所以他就觉得说 再什么样的事情 再怎么样都比种田好 所以他就 就是有个比较子 也就像过河主持一样 就是 就一路往前冲 他也 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有时候 有一些我们年轻人 或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 这个挫折很多 就觉得算了算了 我把他去 那这样我爸就很惨 我爸就是一直种田 这样种到现场 没有人得讨价还价 对 而且现在我爸会听我的 YT 这下糟糕了 这一段记得剪掉 不然我没办法回 过年不要回台中 所以就找工作 找了两年了 后来是怎么又找到 最后那一次 后来人家是怎么给你机会 因为那时候去 人家就问你 你又没有资历 你又不是课班 那我为什么要用你 不是没有面试机会来 也有过 可是就是没有机会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 就一直要钻 要想说至少要找个认识的人 找到认识的 怎么认识 所以那时候有演员训练班 抱演员训练班很简单 人家交钱就可以进去了 所以你有去抱演员训练班 那个不是演员训练班 那个就是跑龙套的 那就是当临时演员 没有那个是用演员训练班来赚钱的 对啦 你听得懂吗 让你有个希望 大概是这样 里面刚好有个 我就去上 可是后来有一次有一个来上 来上课的 他好像也是个导演这样子 我就觉得导演那应该有机会 我就表现得很好 我很拼命 你知道吗 每次有功课我就回家 我演得很投入这样 后来他觉得我演得很好 演得很好 他有一次拍短片 拍一个 我不知道那算什么类型的片 小作品 他就找我去演 找我们有几个去演这样 演完之后他就觉得说 你很认真的 我们公司有那个企划 你要不要来做这样 我就去了 对啊就这样开始入了行 不过那个电视节目也是 是有点像是以前那种 闽南语的五间党的那种节目 天天开心吗 不是不是短剧 不是短剧 是戏剧 但是还是 那么仪衣就飙出来了 仪衣 但是因为他的制作费还是什么原因 就是还是很粗糙一点点 对 所以越做越觉得 辛辛苦苦入了行 怎么还做这样粗粗 我去做美 他叫我 反正我是助理嘛 每次都要做 全世界任何都可以叫你做任何事情 这样子 这次一个房间 你去布置一下 等下当主角的房间这样子 靠谣 三屁边 都白长长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睡 我就去老家的道具间 拌摸穿 拿被子 然后拿几个画 什么 摆摆摆 死了 等一下被骂死了 等一下不知道怎么办 就超烂的 他觉得超烂的 我想说完蛋 等一下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结果导演上来看一看 他说好 找演员来 可以喔 我想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一号 太精彩了 你自己也惊着就对了 我没有用 这种标准 我自己都过不去了 导演说OK 我好期待他骂我 你知道吗 他骂我还觉得好过一点 没有骂 对啊 所以没有 李贵 又怎么样跳到下 什么更靠近电影 就是那个时候 刚好电影在往下坡走 台湾的电影在往下坡走 就是从古岭街跟那个 那个悲情城市高峰之后 就开始一路往下 那一路往下的时候 做电影的人 就开始往电视流过来 那时候电视比较好 对 然后电影变得有缺口 刚好那边有缺口 我就往那边挤这样 他逆流 对 所以魏达的是 其实跟我的一个 常跟选讲一样 我的哲学也都是 人多的地方不要走 我不喜欢走人多的地方 我是没有想那么多 那你知道做Podcast的人很多吗 确实 确实 对啊 而且这种不良大叔 对 这种不良大叔开了以后 大家都说 这样也可以开Podcast 我也可以开 现在连风雨 连风雨多有勇气开了 诶 诶 你不要乱露人 你说谁 我说连风雨都 就是 什么叫连风雨 你不要看他这样 你不要看他这样 好 所以那个 魏导 你那时候想当导演 对不对 入行的时候 当然不敢讲 心里当然有这种想法 那时候已经一开始 就是想当导演 对不对 想啊 但是不敢讲 我们都放在心里面 你什么都没人在说 你要当导演 对 所以我跟他说我想要当企划 这样 想要当企划 就说这不可能 你就更不敢讲了这样 对啊一直到 到开始 开始拍了那个电影 但是我是助理场季 算是代理场季这样 拍了一次拍了两次以后 我就觉得说不行 因为副导演看了四五十回的人 对 我想说靠谣 这到四五十回的人 又是辅导而已 我真的有十几个 我是要 都要抓捕你 我想说不行 后来想一想 刚好有认识一些 比较跟自己同辈的那种助理 就想一想 不行 我这样子练 练到最后 你永远当人家辅导 也没有自己的作品 就想说不行 我要自己写剧本 练习写剧本 然后自己练习拍 拍完了以后你就有作品 好坏都叫做作品 对不对 也是导演 对对对对 就有作品可以跟人家讲说 就是我拍的 如果在不小心拿了什么奖 而且我还有得过什么奖 所以那时候是 那时候在拍唱唱片的时候 就要去找钱了吗 还是 拍片很贵的 那时候就要找钱了 那时候都是底片 底片 底片的 听到那个在跑 一卷一卷的 就弄 钱在弄 钱在弄 钱 钱 钱 我一个朋友在拍 他的 海绵宝宝是卸老板 底片那边 本来要慢慢的 从大楼喷到 要喷过来这样 是 Action 你人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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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你再喷慢一点 所以那 所以你怎么要 有钱有钱 来拍就会 第一支片 就是那时候就是 写剧本不用花钱嘛 写剧本就自己 就你在 你每天回来写剧本 练习写剧本 写写写写写 写了以后就决定要拍的时候 就 就先不接案子 然后找一个那种 比如在出版社 帮人家送书的 或者是 反正就是找一些 零工 不必花脑筋的工作 然后就开始利用假日 然后去拍 去筹备 就是一到五是上班 然后假日 就来完成你的作品 大概这样子 然后完成完以后 然后再 像 像那个第一支片 像前年后后花了多少时间 从写剧本开始到 终于有第一次的作品出来 像 整天开多久的时间 没想到 但是 但是应该半年也有 半年 半年有 不过那时候都是 认识的朋友 所以大家都会互相督促 你写一个 你拍的时候我去帮你 我拍的时候你们来帮我 跟我们大学的时候很像 对 所以那些人要 大家也都很出团 也没有 后来只有我一路拍而已 所以大家都 只有两个有拍出来 那大部分都是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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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执行力多重要 所以坚持还是 不是 因为每个人都有完美主意 不够好 我的剧本不够好 不够好 不练习而已 你写那么好干什么 就练而已 不够好 你现在的最好就好了 你要写到完美 那不就像一世人 但是我感觉 现在 我看到年轻人 常常会这样 演高手滴的意思吗 不是演高手滴 其实反而是 我都觉得 先求有再求好 他们都觉得一定要做到完美 他才敢把东西 丢出来 然后如果他自己觉得没有到完美 他就会觉得说 交出去会丢一点 他就很怕见识 然后就一直不出手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窝在那边 然后说要再做更好 然后就时间就拖到后来 就到最后也没有力去 就想太多了 也就是你就做嘛 你这个阶段的最好就是最好了 不然你要 就练习嘛 就练习 你不要把它当 你那时候没有写过剧本 你是 安装的味道给你一下 让你怎么知道 你写的好不好 我以前我以前下作文 以前下作文 都没有拿过高分 都懂那种 常被老师批评什么 没有起乘转合 也不是就是分数不高 不高 但是当我入行之后 第一次看到剧本 这个外表 就这个你讲什么话 做什么动作 讲什么话做什么动作 这样就剧本了 所以他不是作文 他是比较像是口白加那个剧本 就是有点 你头脑想到什么画面 你就把那个画面写下来 可以 所以你是跟你穿海中 看很多园子有关的 也不是 我那些人看的 不小心 真的看 他是许电影院晚的 在那玩 不然就是 这边看过那边 跑那边 看的那个电影 也不是什么 太过 太过 厉害 厉害 都是那种 放在廟口榜的 就是那个 大家 好小子 不能说人家不好 没有 我在庙口看的 就比较通俗的那种东西 好小子 所以就是 这个剧本的这种表现形式 刚好是你可以 我觉得我可以写这种东西 主要是因为 我是感觉我的先天的条件 有一个优势 我家开店 我家住在廟口的旁 我又是上教会的 也就是说 我眼睛一打开 全部都是人 我家又睡大通铺 所以我无时不刻 都是跟人相处在一起 就对人的观察 所以 不是你 不是你 刻意的要去观察 这大家 都要挑一件演给你看 就是我有些时候 在弄角色的时候 我有一些人说 你为什么可以 你会对应到你以前 看过什么样的人 那就是铁铁铁铁 对 我会抓某一个人 来放到这个角色 我抓某一个人 来放到这个角色 然后再让他们吵架 我就知道说他们会吵出什么话 就是类似像这种观察这样子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魏导他有说 他就说他每天 因为他要顾店 对吧 顾店 你说你就要一秒看得出来 到底是要去庙口的 还是要买东西的 因为我家 我家的大门是楼 后门是廟口 所以很多人都不想要 不想要转那个湾 就直接从那边穿过去 那还真有水準 不行 硬就好了 硬就好了 但是就是 你要 你在写功课 你抬头要判断一下 这个人是要去庙口的 还是要来修表 一秒钟就要判断 也没有他一秒 有时候会站起来 看他没有看我 就知道他要去庙口 就做这样 主要一看有漂亮不漂亮 才会决定看几秒 没有啦 那没在 那都 都没 阿公阿爸阿姨 那没在说漂亮 那没在说漂亮 漂亮 漂亮 不走过这 漂亮 走路 就面式好 就从小就 就对人有这个观察力 敏感度 会比较敏感 再加上我们的功课又不好 所以那个目色才会比较好 不就会用 用线 扫着红台本 对对对对 所以你也算生理小孩 也生理小孩 要怎么说 不过我怎么做生理 常常做一些 我觉得人家像创作者 不是生理小孩 所以当你开始有自己的作品之后 是怎么样去开始让人家看到你的能力 怎么去把自己卖出去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拍比较有规模的戏 那一年我就觉得不对 我前面拍的短片都是在 在什么比赛里面放个一场 然后就收起来 拍片就是要用看的 拍片就是要用看的 拍片就是要用比赛的 拍片就是要用看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几个朋友 你拍得不错 我拍得不错 你拍得不错 不然我们来办个小影展 你说雨季办小影展 很厉害的 然后就租个戏院 然后就开始收门票这样子 对租电影院 然后放 然后收门票这样子 搞得也有声有色 也搞到有赚钱 搞到有赚钱 有 搞到有赚钱 对 我们都傻傻 都导演 一群导演好像干不了什么事情 我们就想说 我们都不要放下自己不是导演 然后放你的片 我来帮你贴票 你门口帮你收票 另外一个 后一段就去你那一场参加映后 映后帮你递麦克风的那种 就互相卡过 对对对 一次三段都全上 然后在下面散场 一天五个人在桌上 整天这样润润润润 做得还蛮好 那时候搞出一个 一个蛮有声势的一个 影展叫什么名字 叫做纯16影展 很久以前了 16厘米的影展 16厘米的影展 这个大家都没有偶包了 对吧 包你也没有名字 你没有什么偶尬 没有人家里了 而且你不能自己播自己的影片 然后在门口收票 这不是超浪漏的 交换 就是你的片 你是大导演 我来收票 我的片 你来收票 对对对 还要end 还要end 地外公 地外公很眼熟 好像一串 上一场 一串的导演 大壮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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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会觉得怎么样 反而会觉得说 你们 像朋友一样 像朋友一样 所以他们看完电影之后 也会跟大家 在里面聊完不够 在外面继续聊 醋味醋味 这样有影响 就是说 我给你听过票 对不对 对 你要看他的电影 你看过他的电影 我给你听票 我在那里面摔麦克风 我有一条我 不好意思 摔麦克风 不过我一条 顺便拉拉 不要过去就对了 一条 一段时间而已 那时候不是长片说 要看到两三个小时 没有 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就是说 当你没有资源的时候 自己搞 大家聚集合 然后 到底这样 这是不简单 这跟我们 我们 那个时候 刚开始要练习拍片的心态 其实都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 在拍片的时候 没有人听 你要怎样 自己听自己 自己創造 没有人给你钱拍片怎么办 自己找钱自己拍 就这样子 所以 有的时候 现在有的人 都要等别人传好 不然又有钱 有资金 有什么什么都要到位 他才会开始做 对啊 又要怪人家 又要怪我们说 都是你们站的资源 我站的资源 我站的资源 明年才要弄 靠今年就在那边 什么抢救的 那种人在一起 整个都弄了 メロディ 我刚才讲说 到底在讲谁 没有 刚刚那个片拍完了 然后 有一点点成绩了 是不是后来就接 赛德克把我来了 海角7号 应该说那部片完成之后 应该那部片完成之后 我那时候接了一个 赛德克把我那时候写好的 写好的 但是我想说这辈子 应该是拍不到这部片 照当时我对大环境的整个看法来说 氛围 可是我不知道命运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7月天完成之后 刚好就是被那个陈国富导演看到 他看到那部片 他觉得说 哇这部片拍得很好 他就找我去跟他合作 做那个双筒 那个电影 双筒又是美国哥伦比亚投资的 大案子 那做那部片以后 我才开了眼界 就是只要你想得到的画面 都做得出来 只差钱而已 但是如果钱可以解决的 那就不是大问题 钱解决不了才是大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就梦又更大说 那既然这样 赛德克把他好像可以拿出来 开始找钱 开始来找资金来做这样子 就这样又开始 又把那个已经放到抽屉的梦 又拿出来再用 所以关键他都一步一步的 就是他开了眼界 他觉得你知道 他真的说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因为导演的画面感很重 比如说那个运镜要怎么弄 在我们有限的知识里 在你的有限知识里 就这哪有call in 对吧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空拍机什么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 因为我之前那个中正大学 前我去毕业点眼球艺演讲 那时候我就讲到 其实我们台湾 常一直给年轻人 或是在教育下一代 常在讲说努力一定会成功 但是我其实那时候就跟大家 就是跟大学生毕业生讲 我说其实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对 这个也是我每次 讲到这个东西 我真的讲不准 每次去座堂或干嘛 就说请跟年轻人鼓励一下 我不知道要不要鼓励 我们那个时代努力会成功 这个时候我真的讲不出口 我应该是说 我感觉是这样 努力其实不一定会成功 因为我说实在 但是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 我觉得努力只是让 基本的 不是 我觉得反过来 我觉得努力是一个 只是让贵人有机会看到你 因为你的努力 那你可能就是在你身边有一些 可能一些薄乐 他因为你的努力 他看到你 因为说实在像我自己创业 我也知道 像我自己创业 那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然后你也知道 你的成功 之所以到后来公司 能够成功干嘛 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贵人 或者有人愿意帮你 对 其实你知道现在很多 找那种很成功的人 在讲他自己过去怎么样 很多人在讲的时候 都好像他刚刚 都是他多努力 成功全故事 他很神 都怎么样 但是事实上 这过程当中 就像刚才导演提到 有像这个 一定有很多人 导演这种贵人 对 我们就是有努力 人家贵人看到我们 愿意给我们集落 那才让我们 有机会再更上一层楼 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是一个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 我觉得台湾社会常常会 告诉孩子说 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 努力一定会成功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读书 就是你努力读书 那考试分数总是会增加一点 但是事件事 除了读书考试以外 很多事情是你花的时间下去 不见得就一定 没有 我以前很努力读书 我也没有考试比较好 你有努力吗 你有努力啊 就指指法就不好 对啊 像我就是一直很努力的 在练习念那个网址 后来就让很多爹干妈看到了 有顺了 有顺了 我就专注在念网址的部分 你刚才说 但是你刚才有说两个冒号 对 是两个弦线 所以还要再努力 对 所以 因为我最近就是身边 非常多像巴拉阿智 还有巴拉像熊哲 还有很多好朋友都一直 都是在谈卫岛这次推出的电影 Big 卫岛当初拍这个电影的起心动念 或是拍这个电影 为什么拍这个电影的机缘 拍这部真的是意外 你知道吗 意外 就是跟海角奇好一样 当时海角奇好 海角奇好甚至是意外 都是意外 这两个都没有在计划 所以意外都会卖得比较好 没有 这次不卖得比较好 这次卖得比较好 这次卖得比较好 我预注嘛 我先预注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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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会不会聊天 就是这次主要是因为 那个 其实有这个题材 已经放在心里面很久很久了 花快20年了 20年了 20几年了 就是一直放着 但是 这比海角奇要更早 更早 更早 但是只有一个题材 就是儿童癌症病房的故事 这样而已 那内容是什么 全部都是空的 全部都是空的 然后一直到去年 而且前两年 那个三部曲筹备的时候 不是疫情吗 就什么都挫折很大 又喊停 又转动画 那时候真的 要死了 就想要去弄标去跳楼 但是我又觉得说 要想办法让自己分心一下 要不然的话真的会 会一直 沉到里面去 所以那时候想说 好吧 这个故事既然想那么久了 也资料收集的差不多 那就来写吧 边写边笑边哭 我好了 我的 疗愈了 我好了 好了以后我就觉得说 既然我都可以治疗到自己了 为什么这个环境那么乱 疾病又是战争 又是什么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拍吧 用这个最小最弱的这群病童 他们的顽强的生命力 来告诉你们这些健康的大人 健康的孩子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活着才有机会 死了都没发言权 你知道吗 你跳下去 你说什么话都 你跳下去 你觉得你解脱了吗 一天新闻 没有了 然后从此以后 终于是活着很痛苦了 一个月以后 连你的家人都会忘记你 没有 一个月有点快 我觉得 突然觉得这家人 怎么感觉很贴士 我觉得会打这个 跟我们上一集的Podcast 其实有 因为我们上一集Podcast 就讲到 因为我小儿子之前有遇过 一些比较罕见的 一些状况 大概有几年的时间 那时候没有好的时候 后来好 那几年没有好的时候 我整个人很低潮 也很忧郁这样 后来走出来也是 后来是因为我的学长 他的太太突然昏迷 昏迷不行 然后 反正就很可怜就对 那时候我才感觉到说 我小孩算生了病 至少他还滑跳跳的 他还是 可以很开心的对我笑 对我 我的学长 他可能已经 再也看不到他太太的笑容 所以才真的感觉到说感恩 感恩说 其实我们拥有的还很多 所以我觉得 魏达刚才讲这个事情 那个Big这个电影 可能我觉得可以帮助台湾很多 社会很多人可以 从来看到说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过得也还不错 对 就希望有些正面的 但是虽然这是一部 会让你掉眼泪的电影 可是它的结局 是会让你充满希望的 这是我们用了很多的 讲到拍摄 用很多的设计 去怎么把那个故事 把它弄到 让人是带着希望离开喜悦 所以是带着希望 不会说很艰苦的 会艰苦 艰苦之后我会转 我会转成是一种重生的喜悦 给你这样子 但是那种喜悦 你出来以后你会 应该说 应该不能说喜悦 应该是希望 是有希望 是有能量 因为我当时 你蜜蜜蜜蜜 哭 笑 就是把那些负能量都放掉了 接下来吸收进来 就是一个未来的机会 就是我不喜欢 我自己 我不喜欢那种 电影看到最后 不解放观众 把你拔在那裡 锁在那个 就是让你回家 很艰苦的这样子 我很久去看 我说没关系 以前看那个 年轻的Ana那部片 很纠结 我去电影看完 看完之后 我出来心情坏了两个礼拜 然后两个礼拜 都很闷 就觉得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这世界没有希望 这个世界如果这么糟 那我该怎么办 我还要努力什么 可是我不希望这样 就是想要让 透过电影让人家更多人知道说 他们都这么拼了 而且他们拼得又这么精彩 这么活的又这么努力 即使只有10岁 也是活得比80岁 还是认真 还勇敢 还精彩 为什么我们在 在抱怨什么 对啊 所以我好奇 我想问导演 导演就为导演进行那些 就是拍片 比如像赛德克拜 或是说台湾三部曲 都比较像是 比较像那种台湾 比较像史诗集的那种作品 可是我像海角七号 或是像Big 这两个 这些电影其实都 给大家很多的感动 跟正能量 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觉得说 在你的创作的上面来讲 会比较想要再多做这种作品 还是说其实 这个是中间的一个插曲 应该说 我对每一个作品的态度 都是一样 不管大或小 其实我都会把它当 一个新的东西来做 新的东西我指的是 第一个 它的题材 我没有做过 或者是它的技术方面 我没有做过 我觉得有挑战性 然后我觉得也好玩 所以我想要试 像海角七号就先不说完 算是第一部 像Big这一部 对我来讲是 大家都以为题材小 就是好拍 这新的挑战 我跟一群孩子 还有动物 就把它搞在一起 要怎么把这些东西 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说 全世界最难拍的东西 宠物跟小孩 导演要去跟他们沟通 你知道那里面的演员 有那种小到三四岁 对 但是我跟妳講演得超级好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导演到底怎么办到的 没有 就挑演员要挑对就好 挑演员要挑对 等一下我们有挑演员的环节 对 还好 就觉得想试试不同的方式 然后想要用一种 比较 比较 把日常 日常的生活给拍出来 但是这个日常的生活又很 不平常 是因为他是在医院的 这个癌症病房里面 他们我们面对 我们一般人所面对的日常的 那个叫做聚散离合 他们叫做生离死别 其实那种东西是放大到一百倍 可是又是 这些小的孩子身上 对 而且我觉得 我有发现 其实我看过这部片 你都会知道 魏导其实他拿捏得很刚好 他不会 有的会追你知道吗 就哭的时候 就故意在那边干嘛干嘛 然后给你弄到快死掉 他没有 他就会在刚刚好的时候 他会收回来 然后再给你笑 我就说有几幕 你知道吗 他真的很靠杯 还不是几分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那种看一幕 你同时笑 但眼泪又掉下来 我都搞不清楚 我到底在笑还是在哭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很奇怪 但是虽然你在哭 但是你心情是正向的 然后 然后片长两个多小时 我跟你讲 我忘记 我出来说 奇怪 怎么这么暗 就他那个很沉浸 他那个每个环节 都扣得很好 本来我想说 在病房里面 会干干的你知道吗 没 就是还蛮 然后那个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他对商业 跟那个节奏的掌握 我觉得还蛮屌的 这个 我其实有时候人家说 你这个 你这个很商业 我听得很不爽 你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 好像没有商业怎么赚钱 对 可是我只能说 我不艺术 我知道 我不是用艺术在思考 画面跟那个 我只是想说 这样子好看 就这样子拍 很自然的 这样子好就这样 这边该切 就这边该切 所以很多东西我都是觉得 直觉在判断说 我是观众 我会到哪里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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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把自己当观众 在看事情 没错 我觉得像那个 讲那个商业 我也是很有感 像因为我们之前创办 那个 因为我创办 那个教育科技公司 那最早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样的东西 对很多孩子是很有帮助 就是把学习 一种刚才在做线上游戏 同样 你要打别人的地 你就要做更多的题目 然后我也是 刚开始创业 大家都觉得 教授创业啊 怎么样 过个几年之后 我们要收费 要收费啊 员工那么多 要活 你怎么可以收费 然后收费 然后就开始被他讲说 叶米泽 叶米泽就跟生意人一样 我就说 生意人又怎么样 不然员工你来养吗 对 那么多人 不然我要放免费的电影 那么多人要靠我们吃饭的 然后你说 然后我们收费就说 跟生意人一样 我就说 这个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 其实你如果看人类文明 其实很多 我觉得 我记得如果没有基督 还是比尔盖茨讲过一句 他说 很多这个社会一些有意义的 对社会造成影响 都是重大改变 都是透过商业的 都是啦 才能够促成的这样子 你才能够去吃 是透过商业的行为 你才能够去支持一个文化 或是一个活动的进行 对 没有 所有事情都跟商业有关 商业也没有不好 价值的交换 我觉得其实 对我佩服了一件事 也是因为我自己创业 其实前后后我也募资募了 大概四轮 然后这个中间 其实我 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是有一年家里大扫除 然后因为我创业很多年 那公司都一直浮浮沉沉 然后都没有办法收支转正 所以其实也没有心情大扫除 一直到真的收支转正那一年 那才大扫除 清出一两千张的名片 然后一两千张名片 我再看看说 原来我走过 这什么VC 这什么VC 这全部都是创投的 然后因为通常 每一次募资的简报 大概会跟 那个创投 大概会有三四个人来听 所以如果 我这个一两千张的 这个名片 除一除了大概就是差不多 几百次了 大概几百次 大概三百次 三四百次的这种募资 我才惊觉到说 我pitch过这么多次 然后才成功 我在前后募资五轮 然后大概成功 大概就是 有几个重要投资人 大概六七个这样 然后说 才议会到这些年来 失败这么多次 所以我看魏导也是 就是在募这些资金 因为电影其实 要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我觉得我很佩服 魏导的是 为了要创作这个理想 这个作品 但募资很辛苦 我就说你 但你都没有放弃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 很不简单 因为还是要 就是我们的行业就是要拍片 要交作品 但是 你说募资这个过程 还真的是很痛苦 那感觉就每次回来 都感觉很虚 我的人生到底是在干嘛 我不是拍片的吗 我一天都要在找钱 你刚才会给你摔面 对吗 像我 我也有投资人给我摔面 说你这个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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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贪钱 我没有 我自己也很 给你摔面的时候 有用沐浴爐 四面爐 你这个 你这个 常常啊 不是跟他说 不要抖手而已 还是会给你摔面 对喔 你说你要跟他摔 你就不要 你要抖你就 你不抖你就要抖 你不抖你就要抖 对啊 不抖我又在那儿抖 就是你抖手 对 你不投就算了 对 我不投你 你怎么会死我了 对 对 而且我坦白说 对 所以人家要叫我去 来说一下 请你吃这个饭 要说去吃 航空也就吃 那不用钱 航空也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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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这就有他吃 对 可是而且我觉得电影 更难 更难说服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还有 什么beast model 电影其实就是卖票啊 销售 你要中啊 可是你电影 更 一样都很难 就是电影比较难的是 我还有什么都没看到 嗯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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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讲 我要拍什么什么什么 我以前的 赛德克巴勒幕之类的时候 我一开始说 我要拍 物色事件 原住民的 那种 我在台湾 一样都没有看过 台湾的原住民的电影 没有想像 所以头部都是历史照片 黑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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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颗粒很粗 你一看到他的 他的摆定就是 头部都黑白的 都还停留在历史课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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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后来有没有摸索出一套 比较容易 说服 后来我就 我自己投资 我花了200多万 我拍一个五分钟的东西 然后让他知道说 不是你想像中那个样 有想像中画面出来 所以拍完之后 放给他们看 接下来再往下讲故事 这样 大概也是 可是也很难 因为我拍完之后 我觉得心心满满 这次我们中的 拍成这样 还没中 然后就很多的投资人 或者是企业界的 或者是一些记者媒体 就互相 互相帮忙一下 就在租了一个电影院 然后放了五分钟 那时候 租了一个 租个戏院 只放五分钟 那时候 把人家在折腿 去折腿 去折腿 然后放五分钟 放了 不行 再放一次好了 再放一次 重播 放了两次 然后 然后就开始聊 后来每个人都来交换的名片 我第一次觉得说 我被重视了 这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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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换名片 我们聊一下 改天我们约个时间聊一下 一直换名片 我人生第一次知道 原来名片是干嘛用的 你知道吗 然后隔天 依照那些名片 开始打电话过去 不接的 不然就是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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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行 就是 人睡一觉以后 那个热情就 顺便睡完了 隔天早上起来 又冷静 回到很理性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我想起来一种 就是我那种募资 每次他就 他讲一讲 你跟他讲完以后 他就说 叶教授你去做得不好 他说只要有人 他就领投 我们就跟着投 对 以前我都会被这种话骗 你知道 他就说 好 我只要再去找个领投 每个人都这样 但是每个都这样 那当然谁要领投 就没有人要领投 然后我现在终于看懂了 所以我现在在学校开 课教学生创业 我总想说 那种跟你讲说 只要有人领投 他就跟投 那种不要再浪费时间 在那种身上 因为 他就找借口 你就吃就好了 他有什么就吃 有酒就喝 对 这拖不就没了 对 根本就没有 就不叫小 他不敢冒险 一定要有人 当第一个 他才要跟着投 这种你在浪费时间 一直在应付他 你不如再去找下一个 同意 对 所以 所以就是有饭吃 至少吃他一顿 回来也少 对 爽一下也好 所以魏导 你在过程中也经历很多 因为要募款 他就说他刚刚 我到底在干嘛 每天在那边坐台 很累 你找钱 没找到回家的路上 坐在车子里面 很空虚 你会觉得 我人生到底在干嘛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就照理讲他要拍片的 然后他却一直在这种落空的 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那个公司 我上次提到我们公司 因为台湾对新双公司投资 他们一方面都胆子很小 所以募资要花一年半 你才可以募得到钱 然后花一年半 他给你的钱也不多 也给就差不多 给你收一年半 所以通常就是这一轮的钱 募完了 差不多要下一轮了 不是差不多 隔天就开始要下一轮 就开始募下一轮 所以我前后 我就是六年的时间 我前后六年的时间 每天都在募资 每天都在想怎么去找钱 那种日子 真的很痛苦 我一直到2007年 2020 我们2021公司 终于收支转正 才松一口气 你不会一直在外面 我去跟他们投钱了 因为那个六年的 我真的 所以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 那个味道 每天我去的 跟Pitch我 又跟你说面 就想说 但是也有一些很棒的 就是他也不求回馈 真的事实 天使投资 还是有 这种人还是不少 对电影 对文化 只是说我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常常只看到坏人 没有注意到对你好的人 同意 常常会这样 喜爱 因为 怎么又聊一聊 又到59分 本来有一个桥段 我先在那边呼吁 就是我觉得 Big这个电影 很适合在全家人去看 也很适合做教育工作者包场 那现在包场 因为生命教育 直接看完这个部片 上次我在脸书 有看到有人说要包场 我要包 我要包 我们现在同事正在沟通中 对 推坑 对 所以 真的很推荐大家去 然后刚好跟我们上一集 我们上一集这个没有sale 是不谋而合 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 我觉得国片可以拍成 这样子精彩 跟有内容的生命教育 我觉得真的蛮有意义的 然后今天其实有一个桥段 因为大家 我怕讲得太沉重 为了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 被教育耽误的亚洲影帝 他国小在演话剧的时候 国中 他每次都是把我们这种 重要的故事 重要的时间点都不要再关心 他国中有演话剧 然后被演到说 因为他功课刚好很好 那个校长就 就是蓝铃剧坊 找他要成为演员 因为他功课很好 校长怕他去演戏了以后 少了一个 学校没有升学率的标杆 少了一个建中的名额 这样子 所以他就很 就我们大家都觉得说 你是被 那个陈吉豪耽误的影帝 因为魏导你也看过 你也会示劲 对不对 然后我在想说 你要不要出个小小的题目 让他演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 你要讲真的 你不能因为上不良大叔说 这个没有feel你知道 这个 没有 你要看魏导会引导 我其实没有在示劲的 是喔 真的 不然谁在示劲 刚刚你是怎么看那个演员 你觉得会中不会中 如果他本来就是个演员 或者是公众的人物 我就会上去 比如说上youtube或者是 去找他平常讲话 讲话的样子 那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你说的话差不多就知道 这个个性如何 我其实都是剧本写好 在找演员 你是看他这个个性 跟说话方式 有没有办法fit out这个 对 是不是这个人的个性 跟这个角色个性 对不对 对 然后他的表达 表达的那个方式 可是BIG裡面很多小朋友 他本来就有演戏吗 小朋友 其实我 比较没那么担心 因为他的 他还没有被 他没有被框住 对 没有被这个社会给污染 所以小朋友基本上就是 他反而演得更自然 对 第一个是先挑外形 外形 对 是我们要的 然后他的活泼 是 因为我的孩子会怕 对 也怕生 对 然后一天到晚找妈妈 找妈妈 对 你挑那种是自己找麻烦而已 自己找麻烦 对 有些小孩子他就表现得很活泼 你很容易就跟他熟起来 你就大方的 对 你就挑来 接下来就是导演功课了 你有没有发现 魏导在闪避要选角这个 没有啦 真的没有 魏导你这个比较 不是那种 就是说 会找比如说 固定跟哪个演员合作 然后让这个演员一直套到 不同的角色 像李康胜就判属谁 不会刻意 他好像比较少 不会刻意 但是如果有适合的 会以熟悉的演员为主 就有合作过的熟悉 还是重点 还是看那个人的型 看后到底的 跟角色能不能match 对 接近 其实也没有到要非常准 就是接近就ok了这样子 麻烦 所以Benson 你那时候会重 是因为你有好学生 你是冲突的 可以这样说吗 嗯 某个程度 没有啊 没有就天赋吧 在大刀里面前 是他有演技的天赋 不是 小时候 那个时候啊 那眼睛都没了啊 其实我觉得 表演没有什么难 就是你敢不敢而已 我觉得 所以就是小时候脸皮就厚了 比较不要脸 不要脸 不要脸习惯感 因为我是教 然后我另外一个身份 是叫简报的嘛 叫Presentate 那其实我看那个一个学生 他到底简报 可不可以做的表现 可不可以好不好 其实我看的还蛮准的 那其中一个 其中的就是不要脸 其中不是不要脸 其中一个指标就是 就是什么 我看他在简报的时候 麻麻的叮噹 眉毛会不会动 真的眉毛会动的人很少 然后他如果真的一简报的时候 就会讲到那个眉毛会动 你就知道这家伙很会演 他很想要表现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在 我在看好的简报 真的突然 你以后我每次看简报 都会看到他眉毛 眉毛会不会动 而且各位 我调眼有时候也会看这里 我会刻意这样 鼻子一下 你说让眼睛说话是不是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 大部分演员不会 很多人就是 你让他这样子 你看不出来他的眼睛是在笑 还是在 你看不出来他的情绪 因为他即使讲话讲得很激动 这边是没有动的 眼睛眉毛这边是不动的 英雄所见略同 眼神真的是 眼神很重要 很重要 拜拜 我刚刚拜拜 就对了 你的拜拜 我觉得 call back 那眼睛小的人很衰 没有 拜拜call back 天天开心里面 阿公哪对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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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一下眼睛 塞一下眼睛 就是那个挑逗的眉毛 好 我觉得时间有点先到了 我觉得还是真的希望大家 进去电影院看Big 然后我 因为我看过我还要二刷 然后也很多人 非常多人想要再二刷 适合带全家去看 适合带全家去看 因为我儿子 我最后还是讲一下 我儿子在回家讨论的过程中 他讲出了几个字叫活着 他说 爸爸活着就是这种幸福 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眼泪也快掉下来 我就觉得说 他从一个孩子嘴巴 小学生 他会说 爸爸活着其实好幸福 真的是这样 就是又call back到我们 上一集讲的 因为我其实一直很怕 触碰这种议题 我知道 所以其实Benson有私讯问我 我就说 因为我看过 我觉得他是正面的 因为 他不是像笑脸的安娜 就是会给你一个这样子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他看完是真的 虽然最后那个结尾不能爆雷 但是他最后那个结尾 虽然 我就说又哭又笑 就 我出来就说 你真的很靠北 就跟白痴一样在那边 你又有听过 那又在笑这样 我真的 我那时候抽离想说 接着两些丢高 而且不是只有我 我老婆也是 你那时候应该就拍一组摄影 在那边 你说在那边拍短音 然后回来才能剪很多短音 太太对你感情也好了 对 其实我们那天回家 就说 都原谅你了 好啊 阿保佑做了我的婚姻 对 就是我完全觉得 我们彼此都活着 真的 好啊 这个先生也可以 就是这样 这些OK 反正他活 他活着 他还不用需要 他去病房陪病 这样是不是 好啊 那今天 真的很谢谢魏导 当我们的特别来宾 谢谢 也希望魏导以后 可以多再做一些更 为台湾做一些更好的作品 然后那些留言书 要去看的 就真的要去看 对 賴皮喔 其实有很多人二刷 因为我们的族群 其实都还蛮熟悉 魏导的 好 好啊 今天很开心 谢谢魏导 谢谢魏导 好啊 那今天大家 聖诞节快乐 聖诞快乐 谢谢 那我们下次见 晚安 拜拜